dj 哦 這邊可以看游泳池了 看了我們的游泳池 我們待會躲在這邊看我們家雙飛游泳 很多客戶它其實最享受的就是這個 無限動據的河岸景觀 它是環河唯一一段沒有高架橋經過的 你可以在家裡面享受SPA 它有不同的水素 好排水喔 別吧 Dj Dj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欢迎收看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Ted 那我们今天要参观跟大家分享的个案制度后面的远雄风和 天气非常好 今天也是带着双飞第一次来拍赏屋节目的开箱 先观摩 那今天也会有一些他们的桥段 那我们先欢迎要带我们导览的经理 我们欢迎他入场 Ted你好 你好你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远雄霍的行销经理 我姓陈 叫陈凤彥 Ted很高兴欢迎你今天来左岸 体验我们这边左岸不一样的生活氛围 远雄在综合左岸它是第三个造证案 对 左岸这边五万七千坪 原本预计是规划15个建案 是中大瓶数的啦 对 然后甚至一百多瓶的这种产品 它是高总价的规划 那只是说这个产品 它是最后规划一个小瓶数的 中小瓶数 因为远雄是职业造证嘛 那有经过三峡跟领口的经验 然后他们说中和应该是规划的超越这两个 然后这边有河岸 河岸是因为它本身地理优势的关系 但是在整个规划上面 就是把前面两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东西集中在这里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他们的接待中心 我们先在接待中心看一下他们里面的内容好了 当然没问题啊 直接开始 快 我们赶时间 啊不对 Head 我要跟你介绍一下 怎样 待会后面的介绍 我们会由我们远雄奉合的三朵花 来帮你做介绍 我想跟我们松菲尬一下是不是 对对对 好可以 那这边请 投资新建远 远雄建设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远雄人寿保险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营造公司的话是远雄营造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新北市中和区中原街68号 基地面积大概1415平 楼层规划 地上26层 地下2层 单机类别是住宅区 户数规划 206户住家 以及208个车位 平数规划23到45平 房型规划2到3房 公社比大概33到34% 管理费用 预估每个月每平是100块哦 远雄峰河 近新北环快 连外路桥15座 串联双北6条快速道路 捷运中和环状线 坐永中原及桥和双捷运 环状线中原站 步行750公尺 交通机能大幅提升 附近还有大润发Costco 威力商圈 日常采买都相当便利 邻近还有光复国小 广复国中 私立光人中学 小学 等明星学校 同时禁聚台大医院 双合医院 不论是学区 商圈 医疗 生活机能 可说是十分的完整和便利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我们 远雄峰河的三朵花 大家好我是第一朵花 我叫淳雅 今天由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区域跟模型 还有加值建材的部分 那我们请下一位 大家好我是俊如 我今天会负责介绍公社 大家好我是乙云 我今天会带大家 上去看我们的食品屋 参观一下 为了来了解这边的客观 我早上先去提了一下公路车 这边很方便 直接接到你们的基地 这个模型 对三楼的空中花园 我记得不只接到这一栋 还有其他这栋 还有另外两个社区 我们基地面积是1415 1415平 那我们规划的是 中小平数的水岸宅 面河岸的东北下部分 我们在前面广场退缩的地方 我们就做到了25米的退缩 那一直推到建筑物本体的话 将近快要52米的一个大洞区退缩 尺度是做到非常大的 再来我们会看到 刚刚Tag有介绍到的 左岸桥的部分 其实在双北的所有重画区 或新案子里面 真的很少可以看到 有建商这么有诚意去规划到 整座跨体的天桥 而且它是做无障碍设计的 很方便的是 它可以串联到我三楼的空中花园 所以这个空间基本上它是属于全力使用的 如果你有大朋友小朋友 甚至是毛小孩 轮椅啊婴儿车这些都是非常方便 晚上呢 左岸桥上面都会有灯光 是用彩虹七彩的颜色去做变换 晚上回来运动都是很OK的 整区我们主打一个四季花园城堡的概念 在做全区规划 所以我们大洞去退缩 剩下来这些空间呢 我们规划了像是 张树 巫星石 栗木这些 绿色植栽 我们还有像 花花枫林木跟极眼印的部分 点缀整个社区 其实你在峰河的三楼 或是整个全区的左岸 你可以感受四季之美 像是洛宇松啊 枫叶这些都可以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侧 这里的话是我峰河的一个车道出入口 这里的话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另外一个串联左岸桥的社区 是远雄的玫瑰园 那这样的洞区我们有做到30米宽 所以采光通风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有办法去权衡每一个社区的采光动区 不会受影响 车道出入口 在中原二届这个地方 而且我们是做到 汽车跟机车的分流 所以不会有抢道的这种问题会发生 我们一楼二楼 还有B1 B2 这四个楼层我们都是停放汽车的 这个很特别 我们在全区都是做这样的设计 很像百货公司 就是我们的停车场是往楼上盖的 这样的话也可以帮助我的整体的 住宅视野是比较高的 可以看的比较远 重点是超跑开进去没有问题 然后还有个是停车场高度问题 这边停车场高度你们是多少 限高是2米1的部分 再来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社区大门 这里是西南巷 我们大门是坐在主要干道中原街这一条路 对对对对对对 来的时候是从后面进来的 是没错 因为这样比较好后面比较安静 那我们这边因为四季花园城堡的规划 所以我们在每一个进岸的社区 都有所谓它自己的加灰 那像风河的话我们是水鲜花的部分 所以在大门口啊还有像花罐的部分 我们都有水鲜花的一个设计 所以在整个左岸有不一样的花卉 所以每栋花是长不一样的 是像玫瑰圆它就是 玫瑰花嘛 对放 那我们在大厅的部分啊 这个很像凯旋门这种食材拱 我们走到8米这么高 象征着客户凯旋归来的感觉 那我们在前面广场 这里的退缩做到18米的退缩 所以我可以有人行道跟自行车道 所以你们不会互相征道 没有坐回车道 对我们上面会放石球 我们就是不想让车子开上来 整个建材部分呢我们用到二丁挂 还有像是铝包板做一个交错的结合 建筑外观的部分啊 也有这样这种食材的造型 象征着节节高盛 一成龙规划是酒户 便提三只 两个客体一个一个货体 哦好那这样还可以 接下来我们来带各位了解一下我们区域环境 我们先看一下右上方的这张神机图 我们封门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绿带空间 就是我们远熊在这里造镇 总共占地五万七千平的一个面积 我们全部都是做住宅区的开发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住商用地 从上去好处就是棋盘式的规划 所以每个社区的零路条件啊 采光这些都会做得非常好 上半部的部分就是整个台北市 一条之隔的距离就可以让你抵达台北市 爸妈搬来这里住 可能小朋友也不会开车的话 不用担心我们的环状线已经通车了 中原站的部分 我们也有做到一步道空间 它是木站道吗 对它就是木站道 从丰盒走过去是750公尺的距离 上楼参观之前先带你了解一下 我们房子内部的价值建材 首先我们先介绍区隔我们房子内部里外声音的气密窗 我们用到在日本成立有70年以上历史的YKK的品牌 这个好像你们家就是固定用这个 对水密度标准它可以做到三倍高水密性 那它的风压可以到3600% 所以其实台风你也不用担心 那我们在下窗框内窗框的部分 它的水流也就是向外流的 所以它不会流进我们室内 那玻璃的部分我们做到6加6的交合为反射强化玻璃 在紫外线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阻隔到99%以上的一个日照 那待会我们上楼可以试听一下隔音的效果 那再来我们讲空气的部分 首先我们看到当层排气 这是标配的 对这也是标配的 其实现在新建案都是做到当层排气 那比较特别的是 很多的案子 它可能不会每一层都做到水泥的阻隔 它可能三个楼层做一次 那我们做到每一层 就可以去预防到所谓烟囱效应的 这种安全上的问题 全氧加烟气也是我们公司行之有年的价值检材 这个是你们原本就有的啦 一般的空气过滤啊 台湾小孩子也有过敏的问题 其实它都可以去帮你做空气分子的过滤 让你室内处在一个比较高氧的状态 就是它基本的空气滤清器的功能 对好 那再来我们看水资源的部分 我们用到了新加坡的水无忧 全户型的奈米净水系统 所以我们是主打一个全氏净水 它可以过滤到最基本的杂质细菌 然后重金属这些以外 还有甚至残留的这些农药 都是经过过滤才进到室内 那再来总存水弯的部分啊 这个真的要特别强调一下 其实比较新的建案 比较高规格的产品 我们才会做到总存水弯的一个设计 所以你们这个是小坪数也很高的规格 对没错 那再来智慧居家的一个面板 其实也是我们公司行之有年的一个产品 它标配在每一户里面 都会有一个小型的这种居家面板 那你说一般的邮件收发啊 对讲功能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很多客户来 像刚刚TEDT有提到 一层酒物好像有点多 那我以后等电梯的时间会不会也拉长 我们有一个呼叫电梯的功能 其实你未来出门在穿鞋子的时候 你就可以按下去 电梯就会到你家楼层 会节省你等待电梯的时间 那再来我们介绍呢 是大家都最在意的结构的部分 因为这是安全性的考量 毕竟我们买了一个 以千万为单位的房子 那我们是做到一个超越法规的邀请 我们做到抗震六级的执政 首先我们看到下面的部分 是我们的装机处 在风和我们总共有34支的装机处 那最深的部分我们到49米 碰到软粒时程之后 我们再往下深入3米 客户如果觉得这东西很深也没有关系 你只要想像我的机装深度 是往下开挖14个楼层的深度 在安全性的部分你们不用担心 那往上呢 我们法式基础深度2米5 法机其实它的概念 就像是传反的感觉 对如果今天地震 可能会从四面八方过来 那它可以像传反的造型 有效去分散掉我们地震来临时的拉扯 这个整座插进去的感觉 那在混凝土棒数的部分 我们介绍低楼层就好 我们用到6000磅相对是机场跑道 在使用的规格 所以到高楼层都还有4000磅 是没错 那再来就是胎勒制震器 整个峰河我们设计26组的胎勒制震器 待会我们在建材柜的时候 会给您做介绍 最后5年方水保固 5年地币砖保固 和25年结构体保固 我们给大家的保固都是这样子 每一栋都是 那这个是我们刚刚有介绍到的 胎勒制震器 其实它早期用在美国的太空梭 还有像台积电的晶圆厂 都是使用这一套 是有国际认证的 这一套也是我们待会在上楼的时候 后阳台会看见的 我们标配的净水器 都已经帮我们设置好了 这个就是刚刚那个净水器 我们会有两支 这么大支的绿星 小支的部分大概一年换一次 一次换下大概4000多 大支的部分五年换一次 大概要到1万多的一个价格 所以平均下来一年7000块 然后合安全的水 好 我可以接受啊 这个要玩一下吗 摆动一下吗 这一定要开最大才有感觉 这一般楼应该都找光了啦 那我们接着去找第二朵花 OK 我们直接到基地了 来见第二朵花 Hello 你好 我是俊如 这边跟你介绍一下 我们一楼的大厅公社 我们一楼做到7米2的调高 是一二层楼 那我们的背板 做了很多线条跟木纹去做结合 采光很好之外 呈现一种比较年轻的风格 现代一点 对 因为风盒其实要呈现一种 白色系很明亮的感觉 因为我们的课程比较年轻 所以我们的大厅风格是更简单 但是很明亮又很大方 整栋风盒因为是没有店面的关系 所以我们一楼做了比较静态的公社规划 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交易厅 客人或者是住户朋友 来都可以稍作休息的地方 中间我们会规划一个越南市 最后才会是一个会议厅 在左手边这边会是我们收信件的地方 它是电子信箱 我们用一张悠悠卡 今天有信件 它就是红灯 一笔卡 信箱就打开了 这是自动式的 整配是在旁边 就是如果你今天有门东包裹 或者是比较大型的物件 都不用担心 如果你在直播上买了海鲜 你又不在家物管柜台会帮你收 它会帮你弄 是吧 没错 大哥都不用担心 住进来你要买生鲜 什么都可以 待会如果是公社 我带你们到三楼去看 来这边请 好走 各位这个就是在综合左岸自行车步道的氛围啦 在这边就是有休闲的感觉 那我们今天影片里面就不多做说明了 大家可以看着我们的画面 来体验这一份感觉 这边是我们三楼的公社城 然后我们走出梯间 的左手边是我们的游泳池区 这是水洋区 右手边是健身房的动态区 我们先从这边看 那这个地方算是一个交易吧 这边算是有个小型的 妈妈处理交易 对 然后我们下面有烤箱跟咖啡机 所以其实住户啊 妈妈们可以在这里做聚会 我们先看 你说那边是儿童游戏室 对 这边是儿童游戏室 这个空间里面 我们除了摆放玩具之外 这里看起来蛮舒服的 对 我们还有儿童书籍之外 我觉得最方便的是 我们有一个亲子厕所 小朋友都不用担心 妈妈也不用慌张 我们就可以在里面 对面才是健身房 这边其实蛮宽的 这边是我们健身房 那你右手边看到的 就是我们的空中花园 也是之后 我们可以从这边骑脚踏车 串联着岸桥的地方 那前面这边就是健身房 我们有把有氧跟重训区分开 只要你在跑步啊 或者是骑飞轮的时间 我们都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观 那那边也是有做一个 低台度的大面串 喔 这边可以看游泳池 看到我们的游泳池 一家人来 你不一定要在同一个空间 你可以有人在运动啊 然后有人游泳 那我们待会躲在这边 看我们家双飞游泳 这边是女生的干衣间 出口我们赤斗障碍的拨打 然后这边 男生的 男女分流 对 分开之外 其实我们很友善老人家或小朋友 因为我们沿路都是无障碍的国道 可以一路就通往我们的泳池 喔 这个游泳池很漂亮的 我们的长度有到15米 水深是110公分 再來我们蒸汽跟烤箱也都有之外 小朋友也有儿童的细水池 整个空间里都可以完全的照顾到 这很好耶 如果我们今天游玩有我们想出来晒个日光雨 你直接从这个门走出来我们的空中花园之外 我们旁边都会有植栽 这样我们社区多点隐秘性之外 我们这边的右手边 它是我们的轻仔细水池 小朋友一定会很喜欢户外那种喷泉的感觉 我们在这个社区的住宅里面 就会有这样子的空间 这边走过去也是连通那边的桥 也是桥 我们这个通道往右手边走 其实可以从我们这个大门走回健身房 你也可以顺着左手边到荷安去散步 所以都是连通的一个空间 好我们现在要来找第三朵花 哈啰 大家好 我是云 现在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平面的规划 现在是我们10楼的标准层 首先进来的部分是我们的梯厅 电梯一出来 你会感受到这样的一个采光 其实是很明亮的 里面走就是我们的标准层 走出来其实我们的空间很干净很宽敞 我们一层是9个户别 共用我们刚刚看到的三个电梯 我们要掌宽的是多少屏数多少房间的 A3是42.63屏 那也是我们风格最大的屏数 规划2加1房 其实A3它规划的是有独立的玄关 现在很多客户还是比较喜欢像这样豪宅二进式的感觉 这边你都有足够的深度可以做你的鞋柜 因为我们的楼高都有3米5 所以其实它的收纳量你做到顶天其实还蛮够的 对 这边很高耶 这边都是3米5 对 我们每一户都是3米5 但这边有点窄 因为我太胖了 像你都可以轻松的过 其实大部分的客户都觉得 那我都可以 所以大部分人都可以 进来客餐厅的部分 因为A3是我们的边间 也是我们最大的空间 所以它 这一个才有双面采光 对 只有这一间我们有做到前后阳台 因为它前面是无限动具的河岸景观 这个就是我们三楼空会走出去的那一面 对不对 没错没错 我们可以走出去看 感觉一下这个空间 它对面是华中和平公园 动具是无限的 很多客户它其实最享受的就是这个无限动具的河岸景观 它是华河唯一一段没有高架的桥经过的 只有这一排没有高架的桥经过 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一个是YKK的亲密窗 刚第一朵花有介绍 它说我们上来的时候可以实际体验一下 这个是打开的窗户 好吧 蛮明显的啦 好 给过 那我们再过来的部分就是弹性隔间 A3这一户它是做2加1 等于这个隔间是让你自己决定你要隔多大 如果门它全部拉起来 客厅的面块还是可以到3米5 这种隔间它就是比较弹性 然后如果你需要 自己的空间就隔起来 但是你想要很通透的时候就全部打开 它是可以变成独立的房间的 规划一个加大当人船的卧榻在这边 这个空间其实就有很多功能 你可以在这边当书房 也可以当客房 然后这边就是接餐桌啦 对 这一间可以做到独立的一个餐厅空间 40几瓶要有一个大餐桌啦 对 你就算三代同堂 其实这样子的空间也绝对是 能够让你们一起享用还原饭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转过来 其实就是进来他们自己的厨房 那厨房空间现在我占的部分是放冰箱的地方 然后一样水槽留一台 诶 它是三口瓦斯鲁咧 我们除了最小的23 其他都是三口瓦斯鲁 这一套的话 厨具是德奥代理的Noblesa 它的所有的五金零件都是德国制的 它是一台液压设计 所以它的角度可以从5度一直弹性到40度 整体的五金锅链 它都是有德国鱿铛它终身的保护 我们在风和每一个户型标配到BOSH洗碗机 家庭主妇最喜欢的 包含整体的水槽 龙头现在我们都是用优色管设计的 清洗上相对的会比较方便 而且这边你看 可以直接洗到餐桌 前面喷的话 没有啊 这边的话是我们另外一个标配 Spago的蒸烤炉 你可以蒸也可以烤 上来的部分 其实厨房有一个地方要跟大家特别介绍 我们在厨房的上方 有安装一台叫全热交换机 三菱的全热交换机 没错 它的主机就在厨房的天花板上方 所以厨房的天花板我帮你帮好了 你不用再多花钱去做装修 这边的楼高 让它放上去以后不会很压迫 很多的房子楼高没有高 或它天花板装潢比较厚的话 再加个全热交换器 你就很压迫很不舒服 再来就是后阳台 那因为考量到面盒案 它的美观程度 还有未来维修师傅修散的方便性 所以面盒的户别 我们冷气主机要放在阳台内 但是我全市都是标配日立冷暖变频冷气 室内室外都有 都给 都给 像这一间的部分就是一对二一对二 看一下型号 NK NK的型号可以装Apple Homekey的智慧家庭 那接下来这个方向的部分 是我们的全物型的进水设备 其实佐安这边它吃的水质 已经是翡翠水库的水了 水质本身就还不错 原本水质就还不错 不管你喝的水 洗碗的水 洗澡的水 它全部都是可以达到身影的等级 刚刚我帮你算好了 平均一年要七千块 两个旅行 平均一个月六百多块 平均一天二十几块钱 换好的水质 我说一下它是手动增降 手动有手动的好 电动有电动的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市领域的空间 这间是我们的赤卧 刚刚有提到这间是2加1 除了主卧之外 另外一间隔间就是这一间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一间 还是一样可以做到标准双人床的一个空间 这一间的部分 它是面向从那区内后样台的方向 所以这一间其实有特别把它窗户的态度拉高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算是一间比较标准的赤卧室 桌子还有双人床衣柜都是摆得下 而且它的衣柜算是一套半的 这衣柜应该是135公分左右 通常比较小的一般的吃卧是他们只会放一个90公分宽的衣柜 但是上面就会放的是三个门片的 旁边它就是客用卫浴 我们卫浴的部分都是偷偷的 就是马桶那洗手台 里面的这一支的话是Hansgoy的龙头 这一组比较特别是这个花洒啊 它有五段式的 你可以在家里面享受SPA 它有不同的水族 好带水喔 别吧 洗澡的过程中只要按一下它就换一个模式 按一下就换一个模式 在台北有很多五星级饭店 它就是用这一组 按的高度其实已经可以足够让你在家里面有享受花洒的那种感觉 加了这一个五金是可以让它上下的 然后它就可以很高的当花洒 因应不同身高的主人它其实都可以去做条件 这个的部分它是玻璃面板 直接放乌浴乳跟洗发机 然后一些洗面乳什么的 嗯 诶这是原本标配吗 没错 饭店的风格 它这是直滑的 然后旁边就是做那个倒水的流出去 对比较好深水 它很付那个Panasonic的冷暖风机 对 我们不管有没有开窗的卫浴 都会附赠这一台Panasonic的冷暖风机 它有四个功能 冷风暖风干燥跟换气 您如果有看到木座的这个是设计师家的 镜子是标配 五金是标配 就只有这个柜子 可能要自己再加一下 接下来就是我们主卧的空间 等一下 主卧进去之前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全热交换器的面板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环境感知器 它可以感应我们室内的温度 湿度跟二氧化碳 那因为它浓度过高的话 我们可以联动让全热交换器自动打开 那接下来的部分就是我们主卧的空间 先看一下里面 好 最漂亮还是妆景 还是我们的窗景 只有这一幅那么漂亮吗 脚尖它看出去的开阔度一定会更好一点 那我们三房两间都是在脚尖的部分 那其他小屏素也有面这一面的吗 只有我们的A2早期 在规划上还是希望面盒都是大屏素 因为相对你有比较大的面宽可以去做设计 反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脸上就是自然的采光 它这边也是配一个低台度 算是三片式的啦 那但是其实只有一片可以开关 主要是气密吗 还有隔音 这是比较重要的 再来主卧有最后一个想要跟大家特别介绍 就是我们的紧急压扣 在每一个房型的主卧 我们都会设计一个紧急压扣 如果说你家里面有长辈啊 孕妇啊 如果有紧急状况 你压下去它会产生呼救到我们的一楼 还可以联络到你的紧急联络人 这边还有一个小型的舒风台 这个算是标准中冷床吗 要放到Queen或King是都放得下 空间还是蛮宽阔的 它这个台面也可以放电视机 对其实它这边底部还可以做还蛮多的收纳料 最后我们看一下主卧的卫浴 主卧的卫浴它就有配备到浴缸 哦 主卧的卫浴有合景了 这间后阳台卫浴全部都是有合暗景观的 可是这个也有那一条吗 没有 主卫的部分我们就是只有链铛固定式 可是这个就没有做干湿分离 这是可以自己加装啦 其实有客户也有加装 不过我们当初在规划空间是希望 不要再多一层压迫感 进台柜也是多做的对不对 没错只要是木座的 这都是设计师后面改的 标配就是像我们刚刚看客位的那一种 但它多了头头的免制码筒 对 这一间的话它是配到这一组全自动的免制码筒 总垂水弯滤盖打开之后 它里面是先有这个滤网 好 对 它在上面 这个是在底下的总存在 对 它是从底部 你可以很轻松的拉起来 就是可以 脏东西会卡在那边 不会塞住你的水管 其实脏东西在这一层 我们就可以很轻松过滤 主要这一个是 你有一些比较贵重像戒指 我们真的有发生过客户 它戒指不小心掉下去 你还是可以把它救回来的 还是找得回来 对 还是找得回来 最后的部分呢 我们要跟大家补充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 跟中华电信合作的智慧面板 除了基本的门禁对甲 还有保全设定 我们每一户在前后门 都有安装安全持荒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出远门啊 或者是说家里面有宠物或者是小朋友的话 你就可以设定它 开启保全之后 你开门之后会有60秒的缓冲 如果没有在缓冲内把它解除设定 它其实是会发出警报的 那再来的话就是 我们刚刚有提到那一台环境感知器 其实就可以从这边看得到 我们在环境节能这一块 除了我们的温度湿度 可以侦测到目前的二氧化的浓度 PM2.5的浓度 以及有机挥发物浓度的部分 那最后的部分其实 还有一个功能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住户最喜欢的 呼叫电梯 它就会联动到我们一般按电梯下楼的那个键 那你大概换个鞋子 走去梯梯 其实电梯就来了 同厂加印一个A7 31.9000柄将近32柄 A7的部分 这一间要特别跟大家介绍 是因为它也有独立的玄关 小瓶树有规划的独立玄关 其实非常的难得 这一间它有独立的客餐厅 而且格局非常方正 所有的柱子都是外推 客厅的面宽也有做到3米的空间 它们这个就是全雄标准格局 就是一进来一个小玄关进来 客餐厅 然后厨房在那边 私领域在那边 然后他们通常用这个做分割 其实蛮多客户会在这边做一个拉门 是做三房喔 没有这一间要特别跟你介绍一下 这一间是我们设计师 特别去隔成一个2加1 这间原始格局是两方一位 原本的门在这边 这间是大主卧 这两间房间其实睡觉地方差不多大 但是主卧多了一个更衣室 然后特别可以带大家过来看一下 我爬爬看 小心 其实这一间我们还蛮多客户很喜欢这样加一的设计 小朋友会很喜欢喔 这个高度要睡到国中应该不是问题 其实做不会装到筒就不错了 对 特别你做起来不会装到筒 这天花板不装更好 因为我们为了这一间加一 我们会多配一台室内冷气主机给你 所以它有再降一点空间下来 它的风口在这边 最后32平的这一间的厨房它也是一字型的 然后它们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来 这一面它是面试区的冷气主机 它是挂在雨遮上后楼台的空间就非常的宽敞 你只要放一台洗衣机剩下都是你弹性可以利用的一个空间 好 到我们最后讲优劣式分析的部分 那我们先从优势开始讲 刚刚一开始来的时候 他们就有说这边是这一排里面最后才卖的 最后才卖代表位置通常最好 价钱有没有最贵这倒不一定 绝版的盒面第一排 然后它有说 在过去左边一点那边就有高价桥 然后这一块是没有的 但是再往右边过去一点点 就被大楼挡住看不到101 所以现在这一块难怪最后拿出来卖 好 那第二个讲的是 它们的这个基地是三面零路 而且它有做非常多的推缩 基地在规划楼要怎么盖的时候 就已经考量到因为缓和西路 那个马路是比较吵的 所以它们退缩很多才盖 第三个是刚刚有讲到 一楼是公社 三楼是公社 地下B2 B1 一楼二楼都是停车场 然后三楼公社就可以直接通左岸桥 那不管要骑假车跑步啊 还是遛狗 然后带小孩子玩飞盘 基本上不要遇到三宝那边都是很舒服的 第四个它们这边只有一栋 可是它有一个很好优势是 它零店面 整栋200多户全部是住宅 纯住宅 其实我觉得我们以前节目到现在开了这么久 也是讲过 纯住宅它好处就是它单纯 住商合办的都有进出比较复杂的疑虑 补充一个啊 它们这边是小屏宿 可是却有大屏宿的大厅的规格 然后公社也算很完善的 而且有游泳池 游泳池我觉得是必备 很多人不喜欢 但我觉得 注重生活品质的人 就会知道有游泳池 其实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真的 然后最后一个是 它们这边是唯一有规划 比较中小屏宿的水岸宅 再来我们讲烈士的部分 第一个可能大家要注意的是说 如果你选择是小屏宿的产品 它就只有给你电桃炉 它是没有瓦斯炉的 很喜欢开火 想炒大菜的朋友们 可能就不能选择小屏宿 小屏宿你家人就不多 你只会多一只就好 第二个是 毕竟左岸重画 还没有到非常成熟 它的生活机能 还是仰赖 旧式区的生活机能 交通自主性强的朋友们 你就会更适合这个区块 还是在跟大家提醒一下 重画区的好处就是 棋盘式的结果 它的生活机能 会有一个阵痛期 最后一个是 它这边是一层九户 所以说它就没有办法 每一户都是双面采光 那小屏宿可能 就会只有一面采光 一层九户三只电梯 是不是坐电梯 会有问题 那它们用了 智慧叫电梯的功能 去解套 这个大家会有的疑虑 因为毕竟大家的 通行时间未必是在同个时段 那就可以避免 好那以上是我们 今天的优劣式分心 各位朋友记得 没有十圈是没有的方式 但是你已经买到 适合你的方式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 追踪我们的IG 那想要看更多影片的话 可以帮我们点选超级感谢 或者是订阅我们会员频道 或购买我们LINE贴图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大家再见拜拜